贡公怒处不舟山 水神贡公一向与火神祝荣关系不好 他们经常发生战争 有一次贡公向火神发动进攻 带着兵将来到了火神祝荣市居住的光明宫 他召唤来了水 把光明宫四周常言不息的神火给浇灭了 大地顿时一片漆黑 电闪雷鸣 大雨飘泼 火神祝荣架着他的坐骑 一只电身冒着烈焰的火龙 出来门口迎战 所有他们路过的地方 都不再打雷下雨了 黑暗也悄悄退去 大地重现了光明 水神贡公恼羞成怒 命令将士把各个江河湖海的水都收集起来 往祝荣他们那里倒去 煞时间 狂风卷至巨浪 冲向了天空中的祝荣与火龙 神火又被叫熄了 可是大水一退 神火又烧了起来 祝荣与火龙又带着火焰向公公袭来 公公被烧得焦头烂额 东倒西歪 只能率领水军边战边退 逃回大海 他以为祝荣遇到大海 肯定会知难而退 却没有想到 祝荣这次下了必胜的决心 已就冲了上来 火龙所到之处 海水向两边滚去 让开了一条大路 祝荣杀到了公公面前 他只好硬着头皮出来迎战 代表光明的火神祝荣 获得了全盛 公公被打败 无法再战 羞愧难当 狼狈地向天边逃去 公公一直逃到布州山 回头一看 祝荣又追上来了 公公又羞又愤 就一头向山腰撞去 轰隆隆一声巨响 布州山竟然给公公撞断了 布州山是一根 撑着天的大柱子 柱子一断 大半的天空就坍塌了下来 露出了一个大窟窿 地上也裂开了许多的缝 天因为没了支撑 向西北方向倾斜 所以日 月 星辰 都向这里滑动 地向东南方向下陷 所有江河湖海的流水 都在这里汇集 一时间 山林燃起了熊熊的烈火 天河也顺着窟窿 倾泻而下 雄门的野兽随处可见 大地变成了人间炼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